乘风破浪姐姐第一季那是个火呀 众多姐姐齐翻身咖胃上台 观众看的那也是个烂啊 还记得当初张与琪那个笨蛋美人的梗 画面我真的笑了好久 谢谢谢谢 我那个刚才是不是很多音都跑了 没有啊 挺好的 第一季乘风破浪姐姐最终为芒果TV拉了13个广告平台赞助 5亿多个广告收入 同时还让芒果市值暴涨 成为少数2020年盈利暴增的平台 所以我说这第一季刚结束没多久 这第二季就来了 这芒果生怕把赚钱的买卖送人呀 这次阵容那个豪华呀 一点都不亚于第一季 来看看这阵容 这造型 周笔唱 实力唱将 张新宇 话题女王 杰克俊逸 这欧美范 荣祖二 香港歌后 王欧胡静 大美女演技实力派 什么还有张伯芝 对呀 更别说还有可以当导师的那英和杨与盈 哇塞 这是什么神仙阵容啊 画面我真是满心欢喜 今天我就来点评点评这乘风破浪姐姐第二季的第一集和第二集 当我充满期待打开第一集这四个小时的视频 我看到了 就是乘风破浪姐的七番车 这唱歌感觉不比我阿姨在卡洛卡里水平高呀 看看这跳舞 这糊弄谁呀 好吧 你说这让唱歌的姐姐跳舞 让跳舞的姐姐唱歌 这有点为难她们 那好吧 再来看看这个当年的超女冠军 安悠奇姐姐 哎呀 跳着跳着忘动作了 这专业唱跳歌手十年 就随便freestyle一下也比这个强好吗 我看呀 这叫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呀 干脆咱们就叫 业余姐姐在潮花会 你觉得好吗 看看这名次 果不其然排到前面的专业歌手水平还是可以的 看看这才叫专业 这比剩下的姐姐水平档次高的不只是一丢丢呀 当然呢 这一届有几个非专业但很出圈的表演 比如说鲤鱼的绝美舞蹈呀 这瞬间勾起了我小的时候看剧的回忆呀 这么个大美人怎么没红呢 还有就是董洁这段木偶舞 融合了popping和芭蕾 一看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还有就是金巧巧这段芭蕾舞 49岁还能拥有如此曼妙的身姿 花妹我真的是羡慕 最后就是胡静这段民族舞 专业性很强 真的好美 所以说嘛 只要这会唱歌的姐姐不跳舞 这会跳舞的姐姐不唱歌 都还挺好的 这第一集起点低好呀 我想这第二集肯定要来个大反转呀 没想到全集最大的看点 应该就是玄子在选人的时候那个尬点了吧 因为上一集他的排名不错得了第三 因此当上队长他就放料了 也不太了解我 所以我希望可能我的团队的人 可能需要比我更有人气 没想到刚说完这话 本来想进他队伍的人也不敢站起来了 对呀 谁站起来就要承认自己名气大呀 谁敢呀 你就是让人家大秘密来 人家也没这个勇气呀 这一段隔着屏幕 画面都能感觉到尴尬 上一集表现不行的张博之和贾青 这一集嘛 依然是不行 贾青很搞笑 半夜不睡觉 勤奋练习的他 结果第二天 每个舞蹈动作都忘了 你在干嘛 连人家袁珊珊都忍不住吐槽了 说实话吧 看这两集 我对姐姐的表现呢 有点失望 但嫁不住姐姐 个个都是貌美如花啊 看看陈妍希第一集的甜 第二集人家接着甜 花妹最喜欢看甜妹子了 还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轩鹿的进步挺大的 两个舞完成的都不错 轩鹿呢 最近和陈妍拍摄的梦醒长安也杀青了 她在里面的媳妇很多 我相信以后 欢瑞会好好捧她的 小妹妹的前途应该是不错的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还是很期待姐姐第一次公演的表现的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评论订阅 我都要 谢谢观看 拜拜